一江 你们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 尽管说 别客气 张伯伯 我们对那天拍卖的天球瓶 挺感兴趣的 想来跟你打地下货主是谁 货主 货主是我的一个朋友 您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你们为什么要打听这件事情 具体的原因 您能告诉我吗 张伯伯 您也不是万人 我就跟您直说了吧 郑言他觉得 那个天球瓶是件高仿 朱伯秦 您听说过吧 猪坊你也应该见过 郑言觉得那个天球瓶 就是件猪坊 郑先生 真的这样认为 你的意思是说 从我这里走了一件假货 当时现场有那么多专家 包括一江的父亲也在 他们都没看出来 就只有你看出来 你不觉得 有点太狂妄了吗 经理这么一说 我倒真要请教一下 您有什么证据 说那是一间猪坊 张先生 您先别生气 您听我慢慢说 那好 张某人 喜耳恭听 是这样 猪坊水平很高 有不少专家都上当打眼 也有很多人吃过他的亏 最近一段时间 我对猪坊做了一些研究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找出所有的猪坊 这样可以彻底清除这颗毒瘤 昨天拍卖的那个天秋瓶 很有可能就是猪坊 我们来就是想知道货主是谁 这样好顺藤摸瓜 找到猪坊的来源 这么说 你对猪坊已经很有研究了 很有研究谈不上 但是对猪坊的特点 有一些了解吧 年轻人 你的理想和热情 我非常赞同 尤其 你们做拍卖这一行的 讲诚信是很有必要的 不过 你还年轻 对谷玩的认知 也许还远远不够 谷玩的魅力和价值 就在于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之间 谷玩行的买卖 吃的就是眼力 就算上当 也只能自认倒霉 随便验东西 大家都没看穿 假的 也是真的 除了故宫里的藏品 谁敢保证市场上的 谷玩 都是真的呢 就说你们拍卖公司 走的货吧 到底是真的多 还是假的多 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如果我们确认是假的 即使有一点遗愿 我们就绝对不会上牌 所以 你们安提克的日子 并不好过呀 是 是有些困难 但这也是我们的立足之本呢 我还真不能跟你掰扯 要不然就真成了抬杠章学问 张伯伯 其实这事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我们公司做的都差不多 只是提供一个平台做个中介 您要告诉我们获主是谁 我们不会出卖您的 这一点我倒是不担心 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规矩 绝对不能乱来的 行里的朋友之所以能够瞧得起我 愿意给我几分面子 都是因为我这个人懂规矩 同时也讲规矩 如果明里我讲规矩 背地里我坏规矩 那我也混不到今天这份上 您这么说 就是一定不会告诉我们 获主是谁了 难道我的意思 还没有说明白吗 我真没想到这件事 会这么复杂 易静 你们今天到我这里来 你爸爸 他应该不知道吧 我想也是 你爸爸是个懂规矩的人 在这种事情上 他不会犯糊涂的 不好意思啊 张先生 我们给您添麻烦了 好 麻烦也谈不上 郑先生 年轻有为 前途无量 我张某 就以老卖老 送你一句话 想在这一行里混 就要学会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睁一只眼 说的是眼力 要学会 实真变假的能力 才能有饭吃 只一闭一只眼嘛 指的就是规矩 要学会守规矩 才能活得长久 好了 我还有事 恕不远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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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干吗呢 面壁思过呢 怎么 你们俩是怎么回事 怎么了这是 这冲谁发火呢 冲谁 冲你们俩 我们怎么了 惹您发这么大火 你们俩去找张老 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至于吗 多大点事啊 这还是小事 我们不就是去问问货主是谁 他可以不说吗 再说他本来就什么都没说呀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 这件事情有多么凶险 凶险 爸 你太夸张了吧 我夸张 几百万的东西 你们跑到那儿 跟人家说是假的 你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爸 你说什么呢 就为这么点小事 张老能把我们吃了不成 张老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根本就不清楚 有什么不清楚的 不就是一老头 慈眉善目的 跟谁都和和气气 一个慈善长者有错吗 完全的流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会突然地销声匿迹 人间蒸发 这种事情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 你们别看张老表面上很和善 通情达理 他也许就是我们古玩行里最危险的人物 那你还跟他交往 我跟他交往是有分寸的 我永远不会和他有利益上的冲突 所以我没有危险 你们倒好 跑到那去 跟人家说从他的手上走了一个假货 我这一听脑袋都冒冷汗 你知道吗 这就叫江湖越老 胆子越小 有人把绿豆看成西瓜 你还跟我讲嘴 我今天为什么跟你发火你知道吗 好了 好了 爸 好了 好了 爸 别生气了 我以后以后注意就是了 好了 好了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振元 你调查猪坊我赞成 如果天秋萍的确是猪坊 我可以帮你们调查获主是谁啊 王先生 我还真能确认那天秋萍确实是猪坊 你就这么有把握 我跟你说实话 我都认不太出来 回头我给您看一份资料吧 一看您就明白了 我听一江说过说你那儿有资料 你这资料就那么管用 对 振元 你比较稳重 和一江又是同事 以后要多照应他 好 好 好什么呀 不嫌累啊 陆董 在电话里您说 有几样东西要出手是吧 不是几件 是一件 夏先生是 葛夫人基地推荐的人 我看一定不会缩 所以打电话把你请过来 还客气了 承蒙陆总关照了 把东西拿过来 让夏先生过过幕啊 打开 车总 夏先生 您一定不会对着天秋平陌生吧 那是 那是 那天陆董林出手就封了顶 独占凹头啊 全场都为之折服 我印象很深刻 郭奖 不想把这天秋平 拿到你们安地克上派 真是我不明白啊 您刚刚买回来 怎么就打算要出手了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 我是商人 又不是从家 只要有利可图 我留着他干什么呢 说得也是啊 那您打算出多少底价呀 最低七百五十万 不贵 像这样的官窑精品 现在市场上已经很难找到 七百五十万 不算贵 好 我没看错人 你是行家 是 正言能认出珠坊 迟早是个麻烦 只要正言还在安地克 我们就不能从那儿出货 要不然 我们让陈寒淑活动一下 把他赶出安地克 也不是做不到 这是一个笨办法 那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把对手 变成自己人 这才是上策 我看这个正言有点认死理 不大好改变 是人就有弱点 只要我们抓到他的弱点 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您是想花大价钱收买正言 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是可以用钱收买的 可是对有些人来说 没用 正言就是这种 不用钱还能用什么 用感情 有的时候感情比钱更重要 这怎么卖这个 啊 还贵 还贵 三百五 大哥 你是不是想要好东西 你有什么好东西 这块说话可方便啊 你要真想要 跟我坐 走 我是个乡下人 我们在地里赶货的时候 为重挖开一个公墓 里面东西可不烧 然后我们就拿出来给坟了 就我坟的最烧 我这对着不动吧 也不动 也看不出个好单 我就想找个行家看看 这到底是谁来画 好 你找我算是找对了 你面前就是一个行家了 好 来 我给你看看 好 您看看快 慢点慢点 来 我说 认得唐云吗 不认识 我不识字 在村里 没上过扫盲班 没有 我告诉你啊 唐伯虎 这可是唐伯虎的真迹啊 不 唐伯虎我知道 他是个大画家嘛 他那会儿可值钱了 你找我算找对了 我帮你看了 你可得卖给我吧 这也就是看见您了 这要是碰见别人 随便说个名字骗我 我都不知道 您真厚道 我能干那事吗 你说 您给开个价吧 我们村也有个人 卖了个唐伯虎的画 卖了十几万呢 你要十几万 这可买不起啊 买不起啊 不是 您帮我怎么打门 我咋可能 买您十几万呢 我半价给您 六万杂样 六万 还是贵 六万 你实在是 不能再便宜了 这样吧 我是真想买 两万怎么样 两万 那太烧了 回去会被白骂了 行 既然这样那就算了 不是 要不 跟您实在是有缘 要不两万就两万 行 咱可是一口价 好 一口价 好好好 来来 卷起来卷起来 好 行 行 颜哥来了 嗯 王呢 他这虎玩街了 他最近是不是老逛地摊啊 是啊 店里的活 他不大管了 好 颜哥 您找他有事啊 没没 那个我给方向盘有点车 你帮我看一下啊 好嘞 舅 你在哪儿呢 怎么了 怎么了 行行 我马上回家啊 你等着我啊 我先走了啊 不用看了 你别跟这 你现在真是越来越厨际了 敢从家里投钱呢 我什么叫投钱 我哪儿投钱了 我拿钱哪儿去了 我跟你说话呀 我哪儿去了 你打起来 打起来 打起来 我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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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死那么难听 什么叫投 那我只能挪用一下 挪用 给你存着还不行吗 你打什么存 你拿钱存 让我让我连 挡钱都打起来 这这这这 你回来 你回来 你舅妈要疯的 你赶紧劝劝她 哎呦 还咬我呢 你们到底 到底为什么呀 我一出电梯就听你们吵 你救她 现在真是越来越出去了 哎呀 她都成家贼了 你自己问她 到底干什么 谁家贼啊 你你你快坐下 快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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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 你都做什么不靠谱的事了你 什么叫不靠谱啊 你说正言 你怎么一来 就就坐你舅妈哪边去了 您别着急 慢慢说 怎么了 我就从存折里取了两万块钱 她是背着我取的 我根本不知道 那一笔不能说我是偷啊 对对对 背话你不是偷你什么 那您取钱干嘛了 我就买了一张古画 什么 是腾不虎的画 两万块钱就买了一张画 正言 你好好给她上上课 告诉她 腾不虎的画 值得多少钱 你少废话 你赶紧把钱给我打回来 我否则给你背马 我告诉你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画在哪呢 画在哪呢 你让我跟她说话 两万块钱不是吗 好 那一出手 就几十倍 就能翻几十万 正言 你说我说对不对 你把画给我拿来看了行吗 行行行 我给我传笔了 您先拿下 你等着 你说家里有的败家这玩意 这这这怎么过呀 您别着急 别着急 别着急 你就太败家了 正言 你看看 你好好看看 这什么画 正言 你看这幅画怎么样 是不是真别 你说 你说我是不是捡了一个大喽 是不是值几十万 差不多吧 你听见了没有 你听见 你听见 你听见正言怎么说的 正言说的 你还不信啊 正言 就这 真的值那么多钱呢 嗯 能值 就是 还得找专家鉴定一下 但是应该没什么大的贴心 舅 我的车坏了 你帮我修一下 实际证 没问题 咱现在就去 你把画拿上 我找人鉴定一下 好嘞 没事没事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你傻子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来 去吧 去吧 这这这这这这 你疯了 这是几十万的画 你怎么给扯了 你疯了 你疯了 舅 这是唐伯虎的画没错 可是一文不值 这是印上去的 那不是画的 假的 那 那你刚才在楼上 你给 两万块钱打了水漂了 这要让舅妈知道了 那不得气死我 你还不知道她那脾气 这么说 是我打了眼 您刚才说的那故事啊 古玩街上天天都有 就是利用不懂装懂的心理 蒙你们这些门外汉呢 没关系 就算我又交了一次学费 两万块钱不算多 吃一欠 涨一智 是不是 下回我绝不会再打眼了 舅 古玩这行啊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晚饭不是您能吃的 处处都是陷阱 真正能发财的极少数 您要是玩玩 见天花的百八十的 这我支持 您要是天天憋着 捡大路发大财 这根本不现实 诚言 我是不懂 可不有你这个懂行的外甥 还愁不发财吗 是吧 哎呦 您总就迷上干这个了 这店都不管了你 正言我跟你说 我都修了二十几年的车了 我真修够了 我现在一闻这机油味 我都想吐 可是我一闻这土星的味 哎呦 我的胃口都开了 正言 说心里话 你要不让我玩 我这心里憋着老大的不痛快 肯定有得病 我 没准啊 还得得一场大病 弄不好 咱人爷爷俩就得来世再见了 哎呀哎呀 我跟你说 行行行 您您打住 您打住啊 您要是真想玩 行 但是您慢慢来行吧 行行 我不着急 不着急 首先 您不能花太多的钱 哎 要量力而行 行 第二点 您别买那出土的东西 那犯法 再有 甭听故事 卖假货的人 就是靠编故事蒙人 是是 再有 心态要端正 好吧 不能老想着 捡大漏儿 发大财 一夜暴富 是是 最后一点 甭管您收什么东西 一定要跟我说 让我看 我说收再收 行吗 行 明白明白 你早说这个 这这段话 这两万块钱 就不注意他眼了 你说是不是 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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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万 差不多了 不是 老陈你这成心呢吧 三百万人获主不可能答应 海胜 这行情我比你熟 不是 可你也得看清楚 这是什么东西 李嘉 来来来 客户算 我们来正好 你来看看这个 你看看 你来看看 我打算 我打算 你来看看 我好 你来看看 我给你 我打算 你来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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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唐是有点犹豫 可绝对不会放手 好家伙 这百分之百能走掉啊 你说要是百八十万的 小货也就罢了 这 这 这这么大的货 那虽说是离指标还远 也不得不防啊 哥 那个小哲呀 咱们怎么能插一杠子 把他这生意给他搅黄了 黄先生 安蒂克又出事了 陆董要从安蒂克出手那间房屏 正言知道那是租房 他会不会说出去 一定会的 他要是给捅破了 陆董一定会去找张老退货 张老一生气 正言的麻烦可就大了 不过这对我们倒是有好处 正好借张老之手 除掉正言 对了 黄先生 您最好关照一下易江 叫他离正言远点 本来没他什么事 就怕他自己非要往里叫唤 爸 雨江 雨江 今天怎么下班这么早 我有事跟你商量 来 什么事 来 陆董那个赏评 要拿到我们公司 自拍 你说怎么办 哪个路动 是 什么天球瓶 就上次从张老派对上 走的那个天球瓶 这 这才几天 还没雾热呢 就打算出手 那人自己的事 咱谁都管不着 可你说他从哪儿走不好 非从安蒂克走啊 这不会给你们安蒂克 带来笑意吗 什么呀 那天球瓶是租房 正言肯定会揭穿的 到时候我怕他得罪张老 你又把张老说那么恐怖 我怕会有事 郑言那只是猜的 他又没有确凿的证据 我觉得他肯定有把握 你不能因为 对郑言有好感 就什么都信他的 那真有那么回事呢 他真把张老得罪了 怎么办啊 那你就跟郑言说 让他睁理直言 闭一直言 爸 你真不了解郑言的个性 他这人认死理 你知道吗 他认得的事 那八匹马都拉不回来 那你说怎么办这事 他真把张老得罪了 那张老能怎么对的呀 怎么对的 那天我跟你们俩说了吧 张老是个什么人 你们现在不是不知道的 你说怎么对的 那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你要劝劝郑言 你听爸爸的 一定要劝劝他 我劝他 我还不如去劝张老 放个明白点 理愧的是他 又不是郑言 你听啊 你可不能胡来 我告诉你啊 郑言要有什么事的话 我就去跟张老拼命 我说到做到 越来越不像话了啊 这话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你哪像个女孩子的样子 你最好跟张老通个气 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李家 李家 来 李家 李家 我拿他一点折都没有 你消消气 消消气 走 咱们去老张那儿 好 李家 李家 你我是多年的朋友了 你怎么能给我一件猪访呢 我给您赔不是 都是我的错 是我打了眼 我可以原价收回 我可以原价收回 二百万 实在不行 我给您五百零八万 你把瓶子给我 行吗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不过你得跟我说清楚了 那个郑言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能够认出猪房 这件事和他的师父有关 他的师父 他师父是谁啊 童自清 童自清 师伯的童自清 对 他师父是被一间猪访害死的 这事您听说过吗 我知道这件事 郑言对他的师父感情很深 自从他师父自杀之后 郑言一直在关注猪房 研究猪房 一直在搜集和猪房有关的信息 这人哪 就怕用心 所以郑言现在能认出猪房来 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我还以为除了你之外 没有人能认出猪房来呢 李德啊 这事有点麻烦 更麻烦的是那个路动 要把那个天球瓶 拿到安迪克上拍 什么 而且明天就要把东西送过去 这可怎么办呢 郑老啊 这件事要是捅出去 对您的信誉 上回我已经点过他正言一次了 他要是还执迷不误 非要跟我作对 我也有办法让他闭嘴 还有一件事 我听说警方一直在调查齐三爷的死因 据说他不是自杀 李德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是说万一郑言突然出现了什么意外 别说警察了 就连我都能把案子给剥了 李德 你想到哪儿去了 我怎么能做那种事情呢 我不过是敲打敲打他 不该说的话 少说 别说 郑言和易江是同事 我也比较了解他 这个人属于一根筋 油盐不尽 恐怕不管用 长老啊 我是这样想的 这次是一个瓶子的买卖 以后还有一堆瓶子的买卖 要是把事情搞砸了 那会音效失大 多不尝试啊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以退为紧 来 这不是这么舒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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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啊 嗯 我们找你来 是要说一下陆董的这件 天秋平的事 底架敲定了 底架已经不重要了 正言怀疑这又是建筑房 怎么可能呢 你有什么证据啊 正言看出有案记 这不等于没说一样吗 要想看到案记 那就得把瓶子砸碎了 你负这个责任啊 不用敲碎 做高科技鉴定就行了 正言 我不光怀疑你的眼力 有问题了 我开始怀疑你的神经 有问题了 你的偏执狂倾向 已经严重到一定地步了 你知道吗 看什么都珠坊是吧 要不要请一个专家看看 你会不会也是件珠坊啊 海胜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正言这么做是对的呀 别的专家都还好说啊 易江的爸爸黄先生的眼力 足够有说服力了吧 那要是假的 他会出那么高的价钱吗 我爸说了 他说他对珠坊略知一二 他不敢打保票 略知一二 那也比咱们强百倍 是 我的眼力是没有黄先生好 我也没有狂妄到那个地步 那 那你对珠坊又有多少了解呢 你怎么就能看得出案记呢 我 我 我最近一直在研究珠坊 有一些可靠的资料 你拿出来 让我们看看 海胜 我们呢 还是要对买家负责任 我觉得正言的这种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你呢 也不要再争了 还是让试试来说话吧 走 我们走 你们三个 再好好沟通一下 你干嘛要跟我过不去啊 没跟你过不去啊 你还没跟我过不去啊 我刚拉了这大单子 你非得给我搅黄了是不是 这 这东西确实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啊 黄先生都没说有问题 你比黄先生厉害啊 海胜 不是我爸厉害 是珠坊厉害 那好多专家都打眼了 那不都是事实吗 你怎么不觉得事实是正言想出风的 他不想让我在公司混啊 说什么 在我身上就在那里吧 那他可以了 我能让一下 是看见 你怎么会 你会把我老得 拿走 这宣词 是 你多许可 现在 你出发了 不出所料 你什么意思 不出谁所料 当然是我的了 你找的鬼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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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巴不得让陆董赶快把东西拿过来呢 我怎么 你甭跟我强词多理 现在好了 人撤拍了 你就闹吧 你再这么闹下去 我看这两个亿的指标怎么完成 指标完成要货真价实 否则没意义 行行行行 歪里永远站在你这边 我说的不对吗 是错是对 咱们让事实来说话 等春拍之后 两个亿的指标不能完成 老唐走了人 你后悔都来不及 李德 这次我听你的 要是再有下一回 我绝对不会客气 这不光是钱的问题 我在圈里混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吃过这种哑巴鬼 张老 这次记在我的账上 回头咱们一起算 就不过是一笔小账 你不必花在心上 正言才是最大的问题 必须马上解决 不然的话 他会坏咱们的大事的 正言的事 您就别插手了 我来解决 你怎么解决 你相信我 我有办法 好 我相信你 那好 那 我就告辞了 等等等等 难道 你不想见见你的老朋友吗 你是指谁啊 当然是朱博琴了 还能有谁啊 朱博琴 我见他干什么 见了也没话说 李德啊 咱们那批货出手以后 可就再也没话了 要是朱博琴能够康复的话 咱们还会有下一批 可惜啊 这朱博琴病得太重了 想治都治不好了 我看他呀 根本就是在装病 他为什么要装 他不光会装病 还会装死呢 难道你已经忘了吗 我记得 我知道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医生说 他的精神出了问题 那个疗养院 也是个精神康复中心 不过 我不大相信 我觉得他是在装 你